欢迎收听依非独步天下 我是萧九安 你且安心 只要本王没死 你就不会有事 第八百五十集 挡路的冀州学子被轻微解决了 马车再次往前走 这一次没有不怕死的上前挡住车架 说燕北王妃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类的话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有燕北王铁血手段在前 他们哪敢以身释放 众人默默地目送马车离开 在心中悄悄记下一笔 燕北王妃不好惹 燕北王惹不得 不想马车走到一半 却突然停了下来 围观的满头雾水 一脸莫名的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站在后面的人更是小声地问身边的人 是不是有不怕死的 又拦住马车了 他身边的人还没有回答 围观的人就看到一个英气逼人 气势压人的男子 从马车上下来了 男子气宇轩昂 一身黑衣贵气逼人 周身散发的肃杀之气 无声地告诉在场的人 他的身份 是燕北王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围观的人纷纷跪下 高呼 王爷见见 萧九安一脸冷漠地受着众人的礼 没有叫众人起来的打算 围观的人心有不安 不知燕北王这是何意 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了萧九安冷漠而狂妄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你们给本王听着 本王不仅是莽夫 还是屠夫 本王从不会讲道理 本王只会打打杀杀 今日之事 王妃不与你们计较 本王便饶你们一命 再要有下次 杀无赦 最后三个字 如同天雷打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口 一时间鸦雀无声 不管怀有什么心思的人 此刻都不敢说话 一个个乖得如同安蠢 萧九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身朝马车走去 今天这事看似是几个学子闹事 背后肯定有挑拨 他这句话是警告这些不知事事的学子 以免他们再赌季云开 也是为了警告幕后的人 他有自信能保护季云开 却无法保证季云开时刻都会在他的眼皮底下 以有心算无心 胜算总是大的 为了杜绝这种可能发生 他只能先警告一番 让这些学子和幕后的人 不敢再把主意打到季云开身上 要是有人胆敢无视他的警告 他不介意杀鸡警猴 燕北王府的马车早已进城 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跪在城外的人却仍旧跪着 半天也没有一个人起来 不是不敢起来 也不是不想起来 而是他们刚刚被燕北王吓到了 根本起不来 今日一见 才知什么叫杀神 先前站出来为冀州学子说话的书生 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一脸苦笑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哪 我自诩不凡 看不起他人 今日才明白自己有多愚蠢哪 这就是燕北王呀 我的娘呀 这一身气势跟皇帝似的 我刚刚连气都不敢喘 脑子一直都是懵的 老子也是见过王爷的人了 回去让那些土包子羡慕死去 之后 陆陆续续又有人站了起来 不管是受到了惊吓 还是自我反省 又或者是兴奋 今天这一幕 很长时间都会刻在他们脑海里 叫他们不敢再冒犯燕北王府半分 马车进城 暖冬立刻给季云开买来了热食 连吃了三盘有肉馅的点心 季云开总算觉得自己活过来了 这几天她天天在幼饮寺吃素 之后三跪九寇地爬上皇家寺庙 体力透支 也只喝了两碗粥 她真的饿死了 她不是没想过催生个水果吃 但她实在不想再吃水果和蔬菜了 她就想吃肉 特别的馋肉 萧九安看着季云开有些凶残 一点美感也没有的吃相 没有嫌弃 只有满满的心疼 伸手将季云开嘴角的肉末抹掉 还吃吗 本王在叫人买吃 早知道她就不听季云开的 直接把那群挡路的学子抓了 也能让季云开早点吃到东西 不吃了 满足了 从身心到胃都满足了 萧九安拿帕子擦掉了手上的肉末 又替季云开擦了她嘴角 季云开顺势靠在王爷的腿上 这几天在庙里吃的 我真怀疑我是兔子 每顿不是青菜就是红萝卜 还不让我吃饱 说是不利于修行 我又不是出家人 你给幼饮寺添了三千两香油钱 他们就给你吃这些东西 萧九安皱眉 考虑拆了幼饮寺的可能 没办法 惠青方丈说 幼饮寺没银子 得省折点油 想到那个一身仙气 却开口闭口就是银子的惠青方丈 季云开一句话都不想说 还说什么 与她母亲是顾娇 就这么对顾娇的女儿 就这么坑顾娇的女儿 怎么 山东陈家倒落 她记得陈家在燕北的生意很不错 虽说没有云阳五湖四大豪族的身价高 但也不畅 惠青方丈说 现在陈家当家不是她哥哥 是她侄子 她能毫无压力地接受哥哥供养 却没法心安理得接受侄子的供养 所以她硬取得 我要陈家的影子 不然你以为她好好的 为什么要将幽影寺的鸣声打起来 纪云开吃饱了 整个人就懒了 枕在萧九安的腿上 完全没有起来的意思 萧九安也纵着她 还时不时地替纪云开拍拍背 动作很轻 一下一下地很有节奏 不知是吃饱了饭困 还是萧九安拍得太舒服 纪云开说着说着就打了个哈欠 眼皮开始打架 萧九安见她这样 不由地笑了起来 你这两天睡了多少 怎么又犯困了 不知道 这两天总是特别想睡觉 感觉怎么睡也睡不饱 估计 是在身上没有吃饱的原因 纪云开迷迷糊糊地 回了萧九安一去就睡着了 萧九安一看 哭笑不得 为了让纪云开睡得舒服一点 萧九安小声下令 让车夫走慢点 只要他们进城后的第一件事 是去祭府就行了 至于什么时候到的 一点也不重要 纪家要是不满 就来跟他说好了 他这人一向好说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